目前來看,QQPT能生成的,你把它當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的話不是說完全100%的正確 所以呢,我們就要把那個錯誤給找出來 改成我們要用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大概找了幾個錯誤 理論上呢,修改的錯誤 第一個就是把那個Big 5改成UTU8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把那個Find改成Find all 後面記得如果有Find all的話,那表示是多個 那多個的話,你要再用標籤,有沒有 再直接在樂透雲上面按滑鼠右鍵 你要懂得如何去找到 到底你要的標籤是第幾個 OK,所以這個能力你必須要具備 其他你說真的,還不要需要學其他 我覺得其他的比較其次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我是覺得其他的能力慢慢再精進就好了 但是這些一定要會 OK,如果你這些基本會的話 慢慢我覺得你就有具備有使用XP的程式的一個能力 OK,所以這個很重要 那這個怎麼做的 你心裡一定要把它學會 只找到你要的這個Find,點兩下有沒有 然後Ctrl F 記得喔,在這個標籤名稱前面加小於符號 如果你沒有加小於符號的話 它就不是一個標籤,不是一個Tag OK,所以這個一定很重要 然後並且看得懂右邊這邊的訊息 就是它總共有七個這個標籤 然後目前再打一個 那你要找的話就是往下 往下找有沒有 欸,它挑到第五個 表示我要的這個表格是在第五個 反正你大概這個一定要會 我覺得這個不會的話 好像你要使用CharlieBT就會有點問題 因為我發現它錯跡 這個好像很難正確 它即便那個表格 你跟它講王子 基本上很少有正確表格的位置 我基本上試了很多,都不正確 所以變成我這個地方一定要改 所以基本上以後你們一定會遇到 至少了 如果有亂碼的話 那就是不是Big5啦 就是UTA8 OK,如果Big5是亂碼 那你就把它UTA8 如果UTA8是亂碼 那你就把它改成Big5 原則上大概就這兩個為主 好,那還有其他就是把一些東西給刪掉 那刪掉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刪掉那個 它程式裡面 用Pandas來做的部分 你說老師,為什麼你不用Pandas 我跟各位講Pandas真的有點複雜 而且你要講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它的形態很特殊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一個表格 你要先知道什麼叫Data Frame 因為Pandas它自己有獨創的一個資料型態 叫做Data Frame 如果你不懂什麼叫Data Frame 哇,那你也沒辦法 所以我是建議 因為這有點難 所以我建議先把Pandas的這個模組 先不要用 所以我把它刪掉 OK,所以刪的部分就這一些了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不用Pandas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把下載的這些資料 變成一個CSV的檔案 或者是Excel的檔案 這個之前我們做過嘛 而且做了蠻多 這個我想你一定要會學會 以後的話 盡可能有機會的話 我建議多練習 反正只要有那個需求 你的資料是網路上 你要把它抓下來 你又把它練習 CSV跟Excel 把它練到手 我想應該 對你來說 將來就是會有幫助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在這邊 因為理論上已經有輸出了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抓得到沒有問題 可是抓得到的資料的話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發生 我們看一下 好像沒有 好像都逗點吧 OK 好 所以基本上逗點隔開之後的話 那我就可以把這些資料怎麼樣 把它串在一起之後 再把它存檔就好了 還記得吧 存檔這個 這個還記得吧 如果要存檔的話 其實在print的下方 就把那個縮排的位置 把它用到最前面 OK 更認一下 應該是在衣服的這一 就是說呢 把這個print的下一行 Enter之後的話 然後呢 讓它back到前面 記得說 這個突排一個 在4的這一階 然後寫什麼 寫那個存檔 F等於Open 存檔那三行還記得吧 然後名稱的話也許叫大樂透.csv 大樂透.csv 大樂透.csv csv OK 然後我把它存在 我這邊好像是1底了 所以我就把它存在那個1底裡面 然後點csv 然後點csv 然后再来的话,后面的话 也就是要写出,所以一个W 那Enter 这边的话就是Save F等于 F点,点Write 要把它存档 Write的话呢,后面加一个大写的S 因为目前的S还不存在 所以一样我们等一下要产生那个 那这个一样把它close掉 写出去之后就把这个物件给结束掉 那目前的话因为没有S 所以我们下一个动作就是产生S S的话呢,在氛围线上面先加一个 产生一个空的一个S的变数 那底下的话呢,就是把 不印射出去的东西怎么样 全部都把它串到S里面去 所以写法很简单 这个之前好像都有写过 S等于S 自己本身在串接什么 串接Printer出去的东西 然后 这边的话 然后再来什么 要记得哦 因为呢 Printer有换行 可是S本身没有 所以记得在尾巴再加一个反斜线N OK 好 这样应该就OK的 就是把它再串一个这个 然后 这个 串 然后后面加一个反斜线N 串在尾巴 好 这样的话就产生一个S 意思就是说呢 把我们看到输出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串起来 串在S里面 然后呢 把它写出去 写到一个档案里面 叫做 这个Lotto的点CSV档案 我放1叠 你这样就OK 这个之前都写过了 比 我是觉得 比那个用Panel 简单太多了 OK 好 那执行看看 你那 有没有错误 有一个错误是什么呢 因为呢 它的那个什么 unicode 这个encodeL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下载下来的encoding是UTF8 那如果假设呢 这个 这个档案物件 你预设如果写出去的话 因为我们在Windows Windows底下预设是Big5 所以如果你要改成用UTF8的话 你后面还要在write后面 再加一个encoding encoding 编码方式等于什么 等于UTF8 UTF1-8就可以了 那UTF大小写其实都可以啦 OK UTF8 加这个叙述 不然的话呢 它会出现 将来你要把它转码 会失败 为什么 因为你读进来的是UTF8 但是写出去 如果没加这个叙述 它会用Big5 然后呢 就会产生错误 因为 UTF8的 它的字元级 我记得好像有五万多个字 中文字吧 那Big5就一万多 所以如果假设呢 你要把那个五万多个 你要写到Big5的字元级 会发生一些错误 错误什么 就是有一些字 Unical有的 但是你写到Big5 它找不到那个对应的字 会有写入失败的问题 OK 所以加一个 encoding等于的应该就OK了 执行看看 没有错误讯息 而且有Print的结果 那表示呢 应该是成功了 我看看 这应该没问题 所以在1叠底下 应该会有这个档案 看一下 所以1叠底下 1 我放1了 OK 有没有一个Loto OK Loto 打开看看 不过啦 打开应该会有个问题 就是呢 因为呢 我们的Excel 只支援Big5 不支援 什么 Youtube8 所以你打开之后 会有乱码 OK 那怎么办 这麻烦 所以 最好当然用Big5 所以如果假设 你真的要Excel开的话 你又不能直接点凉再打开 你如果要让它正确打开的话 你可能要换个方式 就是你可能要先开Excel 然后再利用Excel上面的资料 资料里面有一个叫重文字 OK 你不能直接点凉再打开 重文字里面的话 你再去找到那个1叠底下的路径 然后找到那个档案 把它开起来 基本上 才不会有乱 所以打开之后找到1叠 1叠这个 OK 我放1啦 你们如果放其他 OK 那你会发现 如果从那个什么 从那个上方的资料里面的重文字 它其实汇入的方式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说 它会自动判断 你这个档案的编码方式 会自动找一个正确的编码方式 让它正确显示 好 那这样的话你就直接 其实这样完成就可以了 有没有 然后放在A1按确定 你会发现 另外再开一个 因为不然旧的好像会开始存在 记得从这边 从文字 然后找到这一个 直接按 其实按完成就可以了 它直接放A1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贿赂了 不过好像还是要下一步 不能脱缆 所以有没有 资料 这个 找到它 然后下一步 可能还是要跟它讲分隔符号 然后分隔符号是逗点 这个要跟它讲一下 下一步 这些都不用 按完成 然后这样的话就切开了 OK 所以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栏位名称 有没有 它上面只有三个栏位 但是底下的资料 它却把它拆成很多的 所以变成说你上面在这个标题 栏位名称 其实应该要改动一下 如果你要配合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什么 这边应该是日期 这个应该没问题 那这个应该是号码1吧 号码1 2 3 4 5 6 这个才是特别 所以呢 可能如果你要让它比较正确 变成上面第一列的栏位名称 那你可能 我在想比较简单的方法 干脆你把第一列 直接制定一个制定的栏位名称 不然的话呢 它给你的好像不太会符合要求 这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的程式 稍微再做一个修改 就可以做出存档 大概几个地方 一 我是直接在这个print的下方 写这三行 这三行我想我们写的N遍了 OK 第二个话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加一个S 因为有write的S 我是用大写 然后先增加一个空的S 并且把print里面的东西 串在S 所以底下的话就是S等于S加 然后呢 这print里面的这些东西放在下面 但是记得哦 要加一个换行 因为print会自己加尾巴一个换行 但是串接的时候不会 记得一定要加 如果没有加它就不会换行 OK 这样的话应该就OK了 其他应该我想都是小问题 比如说这边的这个 你说这个要怎么改 这个我在想说直接把第一列变更一下 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可以这样改 就是不要用for each的写法 你可以用for i 等于 for i in range range的话呢 我们不要从零开始 不要从零开 零的话就第一列嘛 我们从第二列开始 那也就是说我可以手动增加一列上去 那那一列的名称可以施定一下 这个我想你们可以试着玩玩看 好不好 看一下 理论上这个程式应该跟云端 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其实可以看一下第十页 底下这边有 就这个 我把它放到一下 有没有 这个啦 这个就我刚刚写的 还有这个 这个也是我刚刚写的 大概就这个 OK 好 其他没变 那再来就是把它 什么 直接输 这个 这个encoding 这个记得 这个蛮重要 encoding 一定要UTO8 但是UTO8呢 你不能直接点两下打开 你直接点两下打开 它会乱码 所以以后如果又遇到那个 CSV档 假设是UTO8的乱码 你只能换第二个方法 资料 记得 用资料里面的 这个重档案 它汇入进来 你可能要特别去选一下那个 就是那个UTO8 那当然理论上这样已经是OK的状况 但是 可能如果要更完美的话 可能要考虑一下 怎么样去修改第一列 但不改好像也无妨 你说老师那我不要这么 我刚才直接在椅子后自己自己剪一下自己贴上 然后自己 这边把它改一下 1到 1 然后1到6 OK 其实好像也蛮快的 拉一下 砍弱键 1到6 然后再把篮宽点两下 这样也可以啦 只是说 OK啦 反正这个 程式好处就是说可以辅助 该让你更有效率的处理 处理事情 毕竟它资料已经马上汇到这个Excel了 其实应该已经减少你很多的力气了